茶欧圣饮酒 蝉语当论文 大家好 欢迎收看蝉语 人这一生 无论是谁 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砍 或多或少要承担一些压力 只是有的人遇到事情 一咬牙 含着泪就扛过去了 有的人却被压垮了 这世间从不缺让你的世界天翻地覆的事情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扛得住 作家于华说 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 有很多优秀者 但很少有能抗得了士尔的人 什么叫能扛士尔 是遇事不逃避 不轻易放弃 迎难而上 咬紧牙关 想办法渡过难关 即使失败了也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能扛士的人 遇到大事都这样处理 能控制住局面 生活中 总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使人陷入逆境 这个时候 有人六神无主 乱了阵脚 导致失去翻盘的机会 就像下棋 一旦自己出了招臭棋 局面陷入被动 就越想把棋局找回来 棋风会突然变得特别冒进 下棋的破绽就越大 反而让对手趁虚而入 最终满盘皆输 也有人 无论多么糟糕 都能发现自己能掌控的点 坚信自己能控制局面 最终反败为胜 这得益于他们很强的控制感 遇到逆境 先稳住 你要做的不是接下来立刻赢 而是现在不能输 古语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先稳住当下 控制局面 不让情况恶化 然后积聚力量 等待机会 做一个能扛事的人 当考验来临时 多问问自己这两个问题 你能不能控制住场面 你的内心 是不是有对大局的掌控力 这种掌控力不是来自一时一刻 而要从小的事情着手 对每一件工作都进行分解 策划 从而逐步培养自己 控制局势的气场和能力 不让消极延伸 有人说 能控制情绪的人 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 身以为然 能抗识的人 绝不会让消极情绪 在自己的生活里 自一蔓延 有的人一遇到事情 就变成了祥林嫂 碰到所有的人 都讲述自己的伤痛 这样除了让自己的伤痛更痛 对解决问题 丝毫没有帮助 其实 那些让你焦虑痛苦的事情 或许实际上 并非如你想象中那般严重 很多情况下 只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要知道 人的大脑是绝对拒绝真空的 一刻他也不会闲下来 当我们把我要完蛋了 我再也不干了之类的消极情绪 赶出我们的大脑时 办法 方案这些类似的东西就会溜进来 迅速填满消极情绪走后的空缺 所以 人若是懂得控制情绪 不被焦虑拽着跑 通常都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就算满天乌云那又怎样 穿越过去便是阳光 当然 控制情绪 不意味着一味隐忍情绪 每个人都有过短暂的崩溃时刻吧 许多时候 你已经硬撑了很久 但就是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触及到了你的痛点 然后情绪就会瞬间失控 其实 偶尔的发泄很有必要 毕竟闲崩得太紧 需要适当的放松 当痛苦让你快承受不起时 放声大哭也没什么不可以 只是请记得 不要在悲观的情绪里沉溺太久 也不要在崩溃的边缘停留太久 我们要学会做一个不轻易垮他的成年人 扛得住视耳 经得起魔力 耐得住 不放弃成长 遇到困难 你能坚持下去吗 成年人的人生里没有容易二字 困难就像大海里的浪 不是一次性打完 而是一浪接一浪 所以能不能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特别考验人 这里有两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是耐力 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欠缺耐逆性 他们频繁地更换目标 付出一点努力就感动了自己 遇到一点挫折就轻言放弃 理由无非是累了 都这么久了 生活给了我这么多次重击了 还不见成效 够了 想要幸福到来 也不愿意花上几秒等一等 宫崎骏在龙猫里曾说 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 坚持坚持就过来了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谁不横跟着几座大山 我们虽然没有搬山填海的能力 却要有鱼躬移山的决心和耐心 第二个秘诀是 成长 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人 认为能力是能够通过努力和学习来培养的 他们往往含笑和挫折过招 从中汲取养分 将科办视为铺垫 倒逼自己的优秀 遇到难事 不能退啊 你能退到哪儿 你只能跟他拼 所以 人在困境中 至少要学会两件事 第一 再等一等 也许就会柳暗花明 第二 在等待的过程中 绝不要放弃成长 做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希望 人的一辈子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大的考验 你能做的 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 然后积极地准备应对策略 王石当年 因为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事件 被舆论抨击 甚至许多人要求他辞职 后来 他在回归未来的演讲中 回忆他是怎么走过那段人生最灰暗的时刻的 第一 做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 要保持乐观的态度 第三 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 面对最困难时刻的经历 会成为你的财富 有一种成熟 叫做积极的悲观主义 悲观 是遇到事情时 让自己做最坏的打算 设想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 而积极 就是做最好的准备 报最好的希望 无论是多么大的难关 想方设法去度过 只要最坏的情况没有到来 你就应该时刻抱最好的希望 告诉自己一切还好 未来会更好 毕竟 在特定的环境中 我们最后的自由 就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 作家苏才有一段话 在心情最糟糕的时候 人会按时吃饭 早睡早起 自律如西 这样的人才是能扛式的人 人是在乱 打不乱你心 人 不需要有那么多过人之处 能扛式就是才华横溢 一个能扛式儿的人 就像一棵大树 历经四季的风霜雨打 却依旧挺立 能扛式 是气魄 也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谗语的文章能让你深有感触 也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留言和转发 期待更好的自己